在各个科学法则无法适用的神秘之地中 有一个地方在其看似平凡的面具之后 隐藏着奇怪的秘密 奇特的闪电会突然涌入这个地方 奇怪的飞行物体也会突然冒出来 甚至连它的地下 似乎都充满了平滑的不自然的隧道 这个不寻常的地方 有一个同样不寻常的名字 麦德韦德茨卡亚山脉 至少对于不懂俄语的人来说 这可能听起来很奇怪 但对于当地人来说 这个名字和其他名字差不多 不过它代表着更令人毛骨悚然的东西 这个名字可以大致翻译为熊河山脉 是以连绵俄罗斯山脉的一条 名为梅德韦记查的河流命名的 山脉本身看起来并不具有威胁性 它甚至不是一座有着尖锐的山峰 和可怕高度的危险山峰 这些连绵起伏的丘陵 最大海拔仅为365公尺 当然这还是算很高了 大约相当于帝国大厦的大小 但它可比不上珠穆朗玛峰 不过总的来说 这是一个风景优美 景色宁静的地方 只要你敢于仔细观察 这个地方的奇怪之处 才会变得明显 通常情况下 这样的地方会被当作农田 但在这里 你不会发现任何庄稼或牲畜 只有奇怪无声的虚无 所有的奶牛都飘走了 不 不是真的 当地人宁愿完全避开这个区域 这可能就是为什么 你很难找到一条穿过山脉的小径 而且它们有充分地远离这些山丘的理由 经过仔细检查 你会发现 它美丽的景观外表 不过是假象而已 仔细看看这些树木 它们都是扭曲和弯曲的 它们中的一些在树干处 还有令人讨厌的烧伤和光滑的圆形发痕 是什么在导致了这些奇怪的标记呢 是有什么神秘的野兽 住在麦德韦德茨卡亚山脉吗 要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 你需要待在这里直到天黑 哈哈 你觉得自己办得到吗 啊 夜幕降临 黑暗笼罩在恐怖的山丘上 随着一切事物被黑暗所覆盖 某些东西会变得更加明显 也正是这个东西 此地收获了一个富有诗意的绰号 电折之锁 但这些可不是一般的闪电 哦不 它是弯曲的球形 这个世界上没有其他地方 可以一直看到这样数量的球状闪电 这些四处漂浮的电球 直径从一公分至两公尺不等 在某个晚上 一位幸运或者说也许是不幸的观察者 可能会注意到几个或几十个这样的东西 在这个山脉某些部分看到的球状闪电 比在世界其他地方加起来都多 球状闪电是世界上最奇怪的现象之一 对幽浮的存在 不喜欢被拍照的生物以及其他伪科学的目击事件 人们还是有所质疑的 但他们却相信球状闪电也称火球的存在 他们是真的 但现代科学尽管拥有关于地球和外太空的遥远区域的各种知识 仍然无法解释它 问题是这种现象很少发生 很难收集任何有关它的讯息 迄今为止 我们有的只是一些理论而已 其中一个理论提出 球状闪电这样的东西并不存在 它只是一种幻觉或错觉 这可能是由闪电风暴的电磁压力引起的 这会影响人们的大脑或是给眼睛的敏感部位留下视觉印记 这种效果类似于所谓的闪光势盲 这个大家肯定都有遇到过 当你不小心看到太亮的东西或者阳光时 眼睛就会刺痛 然后你会看到一个明亮的绿色或黄色圆点 然后它会变暗消失 接着你的视力就恢复了 在一个暴风雨的夜晚 短暂的势盲可能是由于黑暗天空中出现的普通闪电造成的 之后观察者可能会看到一个 明亮的点以极快的速度和奇怪的模式移动 你会试图通过移动你的眼睛跟踪它 但它仍一直在移动 这给人一种漂浮的闪电球的错觉 这听起来好像很对 但麦德韦德·茨卡亚山脉的情况却不是这样的 在那里 即使天空中没有任何风暴云 这些火球也可能随时出现 另一个不那么令人怀疑的理论指出 这些火球可能是异常争气的结果 如果足够高的电压在水体中放电的话 则有可能会出现发光的水蒸汽 而附近正好就有梅德韦记茶河 所以这可能是我们都在寻找的解释吗 好吧 德国马克思普朗克研究所的科学家们进行了一项实验 他们发现蒸汽可以产生漂浮在天空中的明亮球 但却不能在树上烧出洞来 因此这个理论也无法解释电折之所的谜团 最有可能的球状闪电理论都和热等离子体有关 你看 任何闪电都和增压等离子的形成有关 这种物质形式的温度和反应性都非常高 它可以在眨眼间烧掉一整棵树 唯一的问题是 在正常条件下 等离子体只会存在超顺之间 那么由它组成的稳定闪电球 怎么能一直四处漂浮呢 美国电气工程师克林特·史华德 在2001年提出了一个理论 他认为球状闪电可能是特殊的稳定等离子体 它出现在旋转环中 是普通闪电在放电后的剩余部分 它在自己实验室通过受控条件 捕获了类似的小火球的诞生 不幸的是 球状闪电出现在大自然中 以及风暴之外的确切方式 仍然是一个谜 如果我们深入了解一下 秘密知识和真实的X文件 史华德的理论就显得别有趣了 在2006年 英国对优福的研究 终于公诸于世 三年内 这项任务由科学和技术情报局 以事宜计划的名字所实施 在长达400页的该文件内 他们收集了大约1万个不明飞行物的目击报告 其中大多数被认为是被认错的物体 如飞机 卫星和气象气球 但其他的人们却无法轻易解释 这些报告显示 有明亮的灯光 以惊人的速度飞行 而且切换的方向无法预测 听起来很熟悉 是吧 DSTI也是这么认为的 他们提出的唯一解释是 许多幽浮的目击者 实际上看到的是类似球状闪电的等离子体浮球 毫不意外的是 麦德韦德·茨卡亚山脉 也因其实是幽浮目击地而闻名 但有关幽浮目击者的报道 和球状闪电的报道 有很大的不同 据称 身份不明的物体 往往呈三角形 看起来 比这个地区所见的任何球形闪电都大得多 烧焦草的巨大痕迹 正好支持了这些有问题的报道 那里的地面变得无菌 不仅剥离了草 还剥离了土里的任何一种天然细菌 嗯 难怪麦德韦德·茨卡亚山脉 会成为幽浮爱好者的热门地点 他们中的很多人都认为 山丘本身就是个隧道 在该地区 发现了许多空心地下入口 这一事实正好支持着这种奇异的理论 尽管这些路径还没有得到适当的研究 测量回升定位的装置显示 这些隧道深入地下 它们还具有不自然的线性形状 和内部也是平滑的非常奇特 这些隧道是否连接在某种复杂的网络中 它们又在哪里呢 没有人确切知道 它们太过狭窄 以至于人们无法进入 以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而更先进的方法 需要大量的投资 自1982年以来 所有来到麦德韦德·茨卡亚山脉的调查人员 都同意一件事 这些隧道不可能是单靠自然而产生的 它们的狭隘性和复杂性 明确表明了这一点 有另一种理论认为 一个不知名的土著部落 可能会选择这个神秘的地方 作为其统治者和其他权力人物的墓地 这些墓地被称为库尔干 在这种情况下 隧道可能是库尔干人的通风系统的一部分 与古埃及人在其金字塔中所使用的隧道不同 这些人可能已经认为 这个被球状闪电所包围的地方 是一种自然力量的体现 这正好符合这个理论的说法 不幸的是 目前仍没有明显的证据可以证明 这样的部落存在于这个山脉 或没得伪稽查河边 像这样的发现可能会造成真正的轰动 但是在科学界仔细研究这个地方 找出这些问题积蓄的答案之前 我们也只能想想 做一些推测而已 嗯 那你怎么认为呢 你的国家有没有什么 无法解释的热门地点呢 在留言区里告诉我们吧 如果你看了这个影片后 学到了新知识 别忘了给我们的影片点赞 并把它分享给你的朋友吧 但是 先别急着去和球状闪电玩 我们的频道里 还有超过2000个超酷的影片 等着你观看呢 你只需要从左右两边的影片里挑一个 点击就可以了 请持续锁定量生活频道吧